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大革命 開始覺得沒有後皮真的有點麻煩 不夠硬 不跟我講 安拉貝爾醫院 更快用的玻璃窗 拉梅斯夫人大鏡子 愛國者項鍊的玻璃珠 包含一顆魯箔特之類 一套玻璃酒杯 佩潔特小姐 雷諾曼 水晶球 魯箔特之類是甚麼東西 應該還有一個線索 我做了很多工作 為重要的政策 奇幻要撒個線索 很小很小 不容易看到 玻璃公園出了玻璃珠 類型的玻璃珠非常有彈性 且相當奇特的只要玻璃尾巴斷裂 整顆玻璃珠就快粉碎成粉末 那誰釘玻璃珠誰就是兇手囉 誰 愛國者 誰是愛國者啊 誰是愛國者啊 是愛國者 誰是愛國者 那個女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找不到还有哪个区域 还是说这栋的三楼 好像不是 啊 四楼咧 好像也不是 好吧 它线索 找不到啊 我觉得最好可能就是安德里啊 啊 到久了就是它 嗯 仪式项链的是这个人 当然是谁 究竟是安德里还是政治对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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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个 如果没有其他线索的话 我觉得我想要猜 政治对手 双波铃下链坏掉的那一位 诶 不会啊 可能是他三支对手叫安德里去做的电视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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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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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啊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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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掃的線索有可能是類似剛剛那種粉末的東西 我還是沒能 我指控她了 我無控了 不是她的項鍊 如果這樣的話就是安德烈啦 我以為東西沒有早期我推不出個結論 今天沒有觀眾可以救我 我以為甚麼都會發生了 我覺得這首相報的功夫 我還是更少有人 完全是個結論 我會讓你招待 我來不想你 我來不想你 吧 我來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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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把我選擇 你把你打開 喔 他在視野外我沒有辦法先看到他 啊 我忘記我沒有分享過 我再說一次 就是啊 那 在戰鬥的時候啊 如果看到那個 閃黃色條 在暗其實就 在暗防禦其實就有點晚 尤其是如果拿的是長槍 或者是重型武器的時候 你的武器速度更慢 所以 就更難 等到對方的攻擊 比較好的方法是 士兵在攻擊你之前其實他會有個動作 叫一聲 或者是 擺一個棋手式之類 看他們的手 看他們的肩膀 準備要揮動的時候 就防禦 他比較容易擋得到 他比較容易擋得到 讓他們對他們有害怕 我們對他們有害怕 我們不可能會發生 你不可能會發生 我們不可能會發生 我們不可能會發生 可以 不可能會發生 快到了 我們不可能會發生 我又悟空了 喔 我不知道是誰啦 這房間裡有毒藥啊 啊 這些人其實都是被蒙在谷底的 真的呢 壞蛋就是那個 政治上的對手 他還企圖想要害我去指控 仆人 實際上我也去指控 怎麼回事 太好了,我直播一片黑了 不起來這次 很 很 很...很... 多...多... 一直想要打我 他是保鏢 好... 我在猜 你 就是你 啊...就是你 你到底怎麼做到了 把他甩了團團轉 害我這麼疲累 你去... 摩著吧 只有五十法郎 好少喔 好少喔 來看看安妮宅 解答時間 安娜貝爾一人 因為作風太過保守 而被極左派 視為眼中釘 在遭到暗殺後 他僱用了阿蒙德來保護自己 因此 一位吉密會辦的密探 對 包杜恩的窗戶 開了 開槍 打出了一個洞 藉此迫使他 尋求和解 接著 吉密會辦 利用倒霉的 熱帶作為和事老 並舉辦一場 看似無害的晚餐會 晚宴餐會 邀請 結拉的一員 吉密會辦的密探 愛國者一同出席 所以我沒看到愛國者啊 一定是我漏掉的線索裡面 進一步 吉密會辦 會利用 魯伯特之類的了解 將毒藥封在 結拉的夫人的項鍊中 好讓結拉的 躲過 阿蒙德的監視 原來是這樣子 宴會中 吉拉的夫人 假裝弄壞了項鍊 好讓 吉拉的修理 實際上 是把琥珀之類的尾巴 打破 將毒藥倒入 安貝爾的 烘酒杯中 那這樣我指控夫人哪有錯 他們共犯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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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在家算不錯 不能接受 他們是共犯 他們是共犯 裝這個好了 多樂力了 幽靈 多樂力了 幽靈 這區根本就是智力區 又是按鍵 然後又是 又是那個星座 有 真的還要開門 而且還要三顆星的門 要別人入了嗎 三顆星的門 我開不了 這看起來是一個密室殺人案件 天啊 這也沒有辦法做 拿這個好了 拿這個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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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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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們來追我了 到底該不會還跟他打呢 下去好了 找個洞躲起來 剛好冒火也在這附近 應該不會再追過來了吧 嗯...剩下都是拿不到的東西 奇怪 很快 我們再去生這個 啊! 告訴我們不要自己亂走 沒有跟同伴走在一起就會被我偷殺死 啊! 完全沒有被那個椅子阻擋到 就穿過去了 經過商店補一下 消耗品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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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看守冒灰了是不是 冒灰也需要你們看守 這裡是寶箱耶 三顆的寶箱 冒灰在哪 啊! 嗯? 這個冒灰我不是拿過了嗎? 還是類似的地方 我覺得我好像有拿過的印象 啊! 再去也囉! 看完了 再來 再去的寶箱我好像還沒去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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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玩得出去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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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同盼的资源 这个宝箱我好像看过了,一蹭一个了,然后最后它单身 这个宝箱 这个宝箱 这可能 这样 这个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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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不可能缩解过了 一定是我经历 广场闪耀着高贵的光辉 为了战松太阳而见 山色让四周明亮了起来 现在更相上的自由 为了战松太阳而见 没有印象有这个东西耶 广场太阳 为什么累积了这么多都没有看 集密会办在路易15时成立 是国家秘密组织 负责透过系统化的谍报活动 来审查邮件 一旦截获信件 就会被放到一个红色小皮夹 内容会被隐藏 而以一个中性的字眼 外交公报代替 在我年轻时我也有一个红色小皮夹 里面藏着我的外交公报 这个秘密服务组织 员工的工作地点 与邮局总监办公室相连 而邮局总监也负责管理及密会办 需要解读的信件会透过一个小窗口 传给特定专业的特工 由他们打开信件 并他们认为有必要获国王可能有兴趣的信件 加以腾血备份 并转交给相关部会首长 国民会议试图削减经历会办的预算 但他的工作极具价值 而此办公室持续相关谍报活动直到拿破仑时期 并希望透过谈判 让国王和异会共享全力 让国王和异会共享全力 但他们的影响力在路易十六和他的家人企图逃跑至瓦雷那时完全削弱 马力安 马力安这个人物是具有法国革命寓意的人格化形象 戴着弗里吉亚帽为法国的共和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马力与安娜这两个名字是法国乡下最普遍的名字 他原来是在城里工作的仆人 马力安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1792年10月 有一首革命歌曲为《马力安娜》的副原 副歌赞颂着十天前才刚正式成建立了新共和体制 他的名字很快就与法国祖国有所共鸣 他象征着共和国战胜由里到外所有敌人的含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力安形象 人由欧人德拉克罗瓦在1830年所绘制的名画 象征着自由领导着人民 怎么没有画啊 鲁伯特王子的水滴 带有尾巴的类地形玻璃竹 鲁伯特王子的水滴在17世纪的欧洲 变成了广为人之前深受喜爱的惊人发现 尤其是经由英国鲁伯特王子在1660年 再送一些给查尔斯二世 这些融化玻璃一滴放入冷水迅速冷却之后 玻璃的外面迅速形成一个蝌蚪型外壳 使融融玻璃的外侧压力下降 一旦内侧的玻璃最终冷却时 玻璃的外壳可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垂打 而且在玻璃上尾巴具有延伸硬力 当玻璃断裂时 会释放出所有能量 立即降压到变成细碎的玻璃粉末 即干化玻璃 我还以为这个是假的东西 好酷喔 只知道是上次那个 按键的东西 再来我要看广场 哪个广场有我要的 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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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沒有踢到太陽的廣場 再來羅浮宮方燈 羅浮宮方燈的方燈廣場 方燈廣場哪裡有踢到太陽 這要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這要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這要是很長的 對方 好走 駕駭 你還好 駕駭 駕駭 你還好 一路一路是不败的 一路一路是不败的 想要進入疾惡之地的人們 先要付透行費 才能穿越西方之門 海神的是一隻正在那裡飄揚 藏在監視的地方 對